第七十三章 庙堂之高 泰安城万人空巷 赵家天子与皇后赵志一起摆驾城外等候 带上了汉林院所有的大小皇门 只为了等待一个人 六部主官竟然都自发偷懒来到城外巨头 甚至连兵部尚书卢白鞋也从百忙中抽身 更别提吏部尚书原国这样的大贤人 其中六部之首的吏部赵又龄 与之师出同门 却最终分道扬镳的户部王雄贵 两人身后各有一大群一副官员 格外精卫分明 还有皇亲国七颜杰西在内 诸多地位清贵超然的殿阁大学士 以及许多上了岁数后 可以不用参与朝会的元老勋贵 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可以说就只差了那位身在京外 负责地方官员大平处向殷茂春 但是唯有细心人才会发现 其实这场盛况空前的露天宴会 稍显美中不足 因为少了两位分量极重的大人物 首府张巨鹿 以及手握门下省大权的坦坦翁桓温 但是太安城外 实在是聚集了太多的达官显贵 和贩夫走卒 这两位朝堂众卿 有意无意的缺席 并不影响今天京城的宣飞非凡 宋家大小夫子 做文坛霸主的时候 是谁让这对父子血液拜访 却吃了个闭门羹 心气极高的徐卫雄的授业恩师 又是找谁吵架 才丢掉了唾手可得的上音学宫大祭酒位置 又是谁有资格让姚白峰领衔的理学世家 不惜清泉族之力与之抗衡 是谁当年让大楚皇帝生出功不出山 乃苍生河的感慨 春秋末尾是谁当时 面对徐家一万铁吉压境 独自走出 三言两语 就让那人徒主动绕道而行 这个被朝野上下公认学问之高 与天高的大人物 就是上音学宫现任大祭酒 齐阳龙 离着泰安城 还有五十几里路 一条稍显偏僻的官道上 有一对古怪的鸡旅人 年纪最老的已是满头稀疏血发 身材矮小 风尘仆仆 背了支破酒竹纸书香 三十几岁模样的男子 背着个绿袍女孩 三人在北上泰安城的途中相逢 那一大把年纪还学年轻人 富极游学的老头子囊中羞涩 赖上他们蹭酒蹭饭不肯走 结巴而行 身穿绿衣的小女娃 就不怎么待见这个为老不尊的老家伙 疯疯癫癫 总喜欢说些他听不懂的言语 这不是半桶水在那显摆学问是什么 尤其是老头子说起北梁那边的事情 格外虚道 绿袍打心眼 恨死了那个 让自己再也见不着第二爷爷的藩王 就愈发不愿意大理那个 被他娶了个矮冬瓜绰号的老人了 何况老头子一路上还喜欢见着美妇人 就转不开眼珠子 小女孩几次跟她的小鱼告状 她也总是笑笑却不答应 这时候 关路上有一群新衣怒马的世家子弟纵马而过 那老头视线好不容易从一名骑马的富家女子身上挪开 又开始念叨了 哎 今儿的闺女真是越来越水灵俊俏了 比起前五六十年要好看太多 从五帝城离开后 一路北上的于新郎轻声笑问道 老先生 还有这个讲究 老人小心翼翼捋了捋日渐凋零的雪白头发 有些心疼 这一路行来 那些从头上掉落的老兄弟们 眯起眼后唏嘘道 是啊 世道好 女子才能出落得好 真是年纪越大 就越羡慕你们年轻人 小伙子 等你上了岁数 也会这般感慨的 被称呼小伙子的王先之大徒弟一笑置之 于新郎本就不是喜欢跟人客套寒暄的人 就不再说话 老人张嘴说话 就跟水闸泄洪似的 完全杀不住 自言自语道 世道如水长流 但是以春秋战事结束后 出现了一个大转折 流向变了 以后大体上只会越来越好 道理是什么 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说不透 嘿 但我就是知道 懒洋洋趴在于新郎后背上的绿袍 狠狠撇嘴道 就算你喜欢说 你以为我喜欢听 老人笑道 小丫头 知道什么叫喜欢一个人吗 绿袍转过头 干脆不去看这个让人糟心的老头子 老人自问自答道 那就是见到对方之前 不知情味何物 错过之后 更不知情味何物 境界深远不见底的于新郎 似乎心所有处 皱了皱眉头 老人蹦跳了一下 大概是吸迹着 能看到泰安城的城墙 背着沉重书香 做出这个滑稽动作 让其实在偷瞄 他的绿袍 哈哈大笑 老人对这个女娃娃 做了个鬼脸 惹来绿袍的翻白眼 把小脑袋 搁在于新郎的温暖肩膀上 问道 矮冬瓜爷爷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老人摇头笑道 没有 我年轻那会儿 倒是有茫茫多的女子喜欢我 绿袍拿手指刮了刮脸颊 嘲笑这个老头子不知羞 于新郎走到官路茶口处 微笑道 老先生 我们还要继续往北走 希望有朝一日还能相逢 老人摆摆手 洒脱笑道 今日一别再相见就难了 我这都是黄土埋到脖子 这里的老头子了 不知姓名的绿丫头 以后一定要出落的亭亭玉立啊 绿袍呕了一声 于新郎背着小女孩 继续往两辽走 老人则走向太安城 活了太多年 藏了太多话 老人又找不到可以说话的对象 很多年来就只能自言自语 老红啊 你收了一箩筐的弟子啊 门声啊 猜出了张巨鹿和桓文两个成才了 看来你广撒网也没捞到多少大鱼嘛 你再瞧瞧我 寻平 谢飞鱼 原本西就这么三个不记名的学生 老红 我这趟进京 你可别怪我以大气小啊 不过你要是有本事 能从棺材里爬出来骂我 那也算你有能耐 走着走着 老人终于能够抬头看到太安城的雄伟轮廓 老人颠了颠书香 沙哑哼起一只小曲子 我从山中来 背着老书香啊 我往闹市去 何处是无乡啊 坦坦翁拎了一壶好酒 走在冷清寂寥的街道上 两侧都是京城中手去一指的高门大宅 不过此时都到城外迎接那个比自己还要老不死的老家伙了 家家户户户大门紧闭 倒是省去许多他这趟拜访的废短流长 在一处府邸外停下脚步 抬头看了眼那块皇帝手书的金字匾额 衣着朴素的宰相 门房瞧见了这位意料之外的贵客 都有些愣神 不过今年以前 坦坦翁都是出入简单 也就没有如何自作主张的兴师动众 到时候反而要被左仆叶大人揪住小辫子 只是毕恭毕敬上前打了声招呼 桓文笑着点了点头 随口说了几句老马 你那小女儿到底成亲了没啊 要是没有的话 要不要我帮你从门下绳绑架个年轻人之类的熟络话 把姓马的张福老门房给乐坏了 桓文对这座府邸 比自家还要熟门熟路 都不用别人领路 竟只走到了首府大人的书房 也不敲门 跨过门槛 正习惯性站着捧书阅读的张巨鹿 斜瞥了眼 没有说话 桓文把从礼部那儿顺手牵扬而来的那壶玉刺美酒 搁在书桌上 坐在书屋内唯一一张椅子上 说道 还真是缠造淋于静了 两个老人是至交好友 用坦坦翁的话说 那就是你闭眼撅起屁股 老子就知道要拉什么屎了 张巨鹿很快心领神会 平淡道 这可不是什么缠造 七阳龙入京 是走阳关大道 更是蛟龙入海 桓文冷哼一声 随手捡起书桌上几份书册 顿时心一沉 问道 你真要大动那北地熏贵一手操持的曹韵 和被京城里那波春秋新贵 视为命根子的严正 加上前几日你在朝堂上 提出要定下兵部左右侍郎 按期巡视边关的规矩 好吗 朝廷两个读书人扎队的大吻营 还有顾建堂为首的地方将领 再加上你的削帆 这四头庞然大悟 一个没落下 你闭眼是嫌仇家少 张巨鹿头也不抬 说道 你算少了一个 我还要大力整治虚力之弊 天下寒室进阶之后 并不能一劳永逸 依旧要讲规矩才行 桓文南南道 疯了疯了 张巨鹿收起手中书籍 一丝不苟地放回书柜原位 这位身材高大的本朝首府 站在阴影中 缓缓说道 我们黎阳 不是当年偏安江左的大楚 不管西楚余孽何时熄灭 朝廷将东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和物资 源源不断运输到京城 本就是需要百年经营的国之大计 何况边疆战事马上到来 已成燃眉之急 我当年提出海运压梁一事 事实证明并不可行 风险太大 永辉默年那支船队的失踪 到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是遇上海难 还是给人劫走 这条运河有着刮进东南高瑜的恶语 但也说明了 它对朝廷的重要性 我当初定下的方略 也确实是以东南赴税 扬北辽假兵 顺带着逼迫西楚谋反 甚至运河沿途 年年百姓未争河水而激起民变 因此也刻意不去谈压 但是这几年 出自龙兴之地的北方熏贵手握 异国命脉而获利 却不自知 越来越形势猖獗 永辉六年 还有着九百万石的曹梁入京 后来年年递减 如今竟然已经锐减至 不足八百万石去哪里了 就算任由草扣马贼 去大摇大摆背走粮食 他们能拿走多少 朝廷为了安抚那些 所谓的太国功勋 不惜专门设置 正二品官职的曹运官 下辖曹梁转运司 发送司在内八个主官 都在无品以上的养老官押 若是他们能够安安分分 捞银子也就罢了 可如今西楚复国 他们竟然胆敢 以曹梁北宋上位结束 连兵部尚书 卢白邪的调兵令 都敢拿出所谓的 组织强硬驳回 我不来动曹政 谁来下手 到时候 难道要北边将士 饿着肚子 去跟北莽作战 难不成要为国赴死的假事 吃口粮食填饱肚子 还要看人脸色 甚至求爷爷告奶奶 去求那些 从不把户部 放在眼里的曹运官员 桓温叹了口气 抖了抖手上一封折子 那这严正 谁赚钱不是赚 本来就是要一块 吃进朝廷外人嘴里的肥肉 你就非要去虎口拔牙 张巨鹿冷笑道 死水臭 活水清 盐印颁发的权力 给了他们捏在手里十几年 赚到了子孙后代 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朝廷犒赏还不够丰厚 天大的军功 也该赏赐到头 是时候换一拨人 坐庄日进斗金了 桓温问道 你是打算送给自诩两袖 清风间挑明月的 江南士族豪门 张巨鹿点头道 不这样 他们岂会真心识意为朝廷出力 否则朝廷跟西楚缠斗个几十年 他们也能悠哉悠哉赏 他们的几十年风花雪月 毫发陋习一向如此 能让他们主动低头的 就两样东西 关帽子 钱袋子 桓温预言又指 若是往年 挑出任何一桩事情 他都能跟碧雅翻来倒去的 没日没夜讨论 直到确认无大害于民生 才联手将一条条国策推行下去 如同慢慢疏倒 整座帝国的经脉 张巨鹿走出阴影 暮色中 昏黄余晖照应在 高大老人的一侧脸庞上 桓温叹了口气 张巨鹿问道 听说你前段时间 咳嗽很厉害 桓温瞪眼道 小病小灾 何不知节制地 给自己猛灌烈酒 你说哪个死得快 张巨鹿一笑置之 桓温犹豫了一下 正要开口 张巨鹿微笑道 既身你门下省的 那个北梁年轻人 我会我会给他一个 技巧有余气格不足 可以用不可以大用的评语 总能保他几年安稳 桓温深深看了眼这个老友 然后默然走出书房 张巨鹿张了张嘴巴 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 只是望着桓温的苍老背影 轻轻摆了摆手 坦坦翁离开如今 都敢有人投书于门口 辱骂首府大人的张府后 竟直来到赵家翁 来到无人当职 除了杂役小利 积进空无一人的汉林院 老人瑟瑟笑了笑 泰安城都以为 只要那条老龙出事 救济苍生 还需要什么路 桓温走到一间僻静的屋子 要人拿来钥匙打开 虽然很多年都没有 大小黄门在此办公 但经常有人打扫 还算素雅洁净 当年 他和碧雅尔就在这座屋子里 他桓温意气风发 目无余子 喝酒之后 谁都敢骂 天下江山何事 我桓温指点不得 而碧雅尔从不喝酒 都是在听 每次等他桓温喝醉之后 还得背着他回家 桓温从角落一只书箱里翻了翻 找出那一副碑块 放到桌子上 桓温坐下后 拿一根筷子轻敲此杯 叮叮作响 老人哽咽道 春山不老依旧绿 人老古兮无人伴 只听伐木蒸蒸 叮叮叮 中山不老银子轻敲 大午兮可能 端子轻敲 前半小天 也长有点 大家 拿一根筷子轻敲